各位同学们,请各位翻开我今天发给大家的补充的资料 现在我们这一节是要讲四川成都宝塘禅派 其他的禅法思想 这个是参考了中国社科院 有位研究生黄艳生 他的一个硕士论文 那么他现在是1988年毕业 现在不晓得是做什么工作 anyway他写的这篇论文 专门讲四川成都的一个宝塘学派 为什么这个派非常重要 因为四川的禅法非常的早期也非常兴盛 尤其四川出了一个马祖道医 那这是打骗了天下无敌手 所以四川的禅门非常的兴盛 那么接着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你们我今天发给大家的资料 那么我就很快的把它解释一遍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无助禅师 无助禅师他的一个生平 讲的不是很完整 而且他的师父们都没有介绍 所以我觉得残门五登全书 本身也有很多资料上的缺陷 虽然已经算是不错了 花了三十年时间变了 但是也还都遗漏 所以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些资料 那个请各位翻开 我今天发给大家的第287页 这个是从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26本 这是佛光山 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的 《法藏文库》的第26本 从中间讲的 唐朝保唐禅派及其禅法的思想 这个文章是在这本书上摘录的 第287页 唐代宗密 宗密就是这个神会的弟子 在写的《原决经大书》 字一抄里面就下 他把禅法 把整个中国的禅法 当时唐朝禅分成七个代表人物 第一个是普吉 普吉就是我们讲过很多遍 他是六祖大师的弟子 他不是六祖大师 他是这个普吉 他是神秀的弟子 神秀的弟子 号称第七祖 自显禅师 自显禅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成都保唐派的创始人 老安 老安就是这个黄 道安 不是惠安 惠安禅师 他是六祖大师的弟子 马祖道一 惠荣 宣使神会 等等 这个是他的一个 他把唐代的这个禅宗分成六个七 七家 然后又后来在禅元 诸全吉都序里面分成十派 一个就是马祖江西道一的马祖道一 第二个是神哲宗 神哲宗是神会 何哲宗是六祖道师的六祖的弟子 神哲 北秀 南宗 神秀 那么南浅 南浅就是自显禅师 自显禅师 牛头法荣 牛头法荣 我们上次有讲过 好像是大家说他是四祖的弟子 事实上不一定 还有石头西迁 宝堂派 先石派 吉善那派 天台派等等 那么可见 自显禅师的宝堂派 在这个在当时唐代的唐代的禅宗里面 算是十大宗派之一 非常重要的 作为早期的禅宗的本土势力 自显禅师是佛教史上众愿意 那么但是呢 因为这个战乱 因为有唐五宗灭佛 后五宗三宗灭佛 所以当时很多的文献就游失了 遗失完了之后的 很多我们早期的本土禅宗的历史 通通书都不见了 所以呢到后来 我们都是以六祖大师的正统为主 其他的资料就很少了 所以在五灯全书五灯会员里面 除了我们正统的这个 正统的这个 的谈判以外 其他的谈判基本上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么请翻过来 这个第288页 那么 保唐派的开山祖师是 是知州德纯市的智遣禅师 他是禅宗五祖的红忍的十大弟子 五祖的十大弟子 换句话说 他的辈分比这个六祖大师还要高一倍 他是五祖的弟子 十大弟子 那么他的传法次序是 他传了自显 自显传了处籍 处籍传无相 无相传无柱 他是传了四代 那么处籍 是这个 马祖道一的第一位师父 因为马祖道一是四川人 所以他在四川的第一位师父是处籍禅师 处就是处里的处籍 就是吉末的处籍禅师 那么他是他的第一位师父 后来他离开了处籍禅师 他才到南越 然后在南越 然后在山上打坐 他有六个师兄弟一起去 然后在那边碰到了怀让 到最后变成怀让的门下 所以他的法脉就变成了怀让的大弟子 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禅门 这个你是谁的弟子 他是谁的老师等等 这个也是很乱 也是很乱 Anyway 既然是这样讲 那么在禅法主张所谓 无意无念莫忘三句 这个是 这个是跟神秀 又受神秀的这个影响 神秀也是无主的弟子 也是无主的弟子 所以受他的影响 所以呢 在这个 在宗密 宗密的写的这本书 叫做禅 这本书是非常重要 禅元诸权及都序 他把这个当时禅宗的门派 跟他的重要的思想 跟他的学的方法 我们禅宗不是只有一个棒喝法门 我们禅宗不是只有灵气宗法门 我们早期的禅宗 他是有 他有十个宗派 各有各的思想 跟有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禅法 不一样 那么这边我们介绍的就是 讲的是宝堂式的无助禅法 他是所谓三句话 我们刚才讲过了 无助禅是讲三句话 无意 无念 莫忘 那么这个呢 一半是跟神秀有关 一半有跟六祖有关 一半有跟六祖有关 因为我们六祖大师的禅法是以无念为中 所以这个无念 应该是比这个六祖大师要早 或者是同时 所以当时不到底是神秀或者慧能 影响了他的这个禅法 还是他们影响了他们禅法 所以大家都互相的影响 所以禅宗当时并没有说统一的一个课本 也没有统一的教法 禅门本身就是各宗各派各显神通 所以叫做祖师禅 祖师禅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位祖师他都有心得 他都有心法 那么就是看你的心法 有时候是用一点六祖的 有时候是用一点无祖的 有时候是用一点这个 所以呢 这个心法有时候都到 一直到后来才有正式的 宁济中 曹洞中等等中 这个才比较清楚 在这以前 的禅宗 基本上来说 很多的东西你都要很小心的研究 很小心的知道 他的一个思想跟禅法是什么 那么这边讲 他就被分为希望 修心中 希望 习就是要把它平息掉 望 望着望念 修心 就是你坐在那边 不要打望念 望念来了 不要理他 这叫希望 习掉 望 而修心 你坐在那边 就跟 就跟 就延续了变成 后来的草洞中 草洞中呢 就在那边 just sitting 日本现在也就是 在那边坐 做什么呢 你就坐在那边 望念来了 就不要理他 望念来了 不要理他 那没望念呢 没望念 更不要理他 这叫希望 修心中 这个宗派 他的一个修行的禅法 是这样子的一个禅法 那么 宋高僧传里面 没有触及无相两个人的传 没有 没有马祖道一的师父的传 也没有 这个无助禅师 他的师父的传 那么 那么 在288页讲 有不少早期的禅宗文献里面 发现 到最后是 在敦煌里面 发现了 历代法宝记 在历代法宝记里面 找到了 找到了 自显禅师 师之 重脉船 一名 是非驱邪 险证 破坏一切新船 是名最上证 顿悟法门 最高 最上的 顿悟法门 这个是在 历代 法宝记里面 发现 那这个是在 这个敦煌里面 被这个英国 倒走 倒走了之后呢 藏在了大英博物馆 然后呢 大家又到大英博物馆 去看这本书 才把这本书 找出来 去把我们 早期 禅中的历史 回味 回 回 这个 这个 那么 第289页 历代法宝记 说明 唐代 历代的法宝记里面 当时流传非常广 宝堂派 当时 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 非常有影响 正式的宗明所说的 十人 允人 生十子 当时 是中国 最重要的 十个门派 不是什么 林济中 曹洞中 那个时候林济中 曹洞中 什么中 还没有了 比他们还早 所以 第三部分 历代法宝记的 核心部分 介绍了 自显禅师 自无助 世代祖师的传法 主张 行事 等等 神会在 宝堂派 与律师的争论 等等 这个时候是从 从这个 从这个 敦煌的文件里面 找出来的 那么 映顺导师 在中国禅宗史里面 有专门记述 静忠宝堂派 那么 这个是在古代 是很有名的 后来就没有了 好 我们现在就讲 介绍 静忠宝堂禅派的历史 第一个 创始人 是自显 这个一个言 一个仙 这个字 是不是念显 应该是念显 宝堂派的 自显禅师呢 他是 13岁的时候 就拜 玄庄大师为师 为什么 那个时候 玄庄大师 是这个 河南 为什么跑到 四川去呢 因为他受戒 是在 四川 大师 是受戒 而四川大师 还有 玄庄大师的 其中有一块 佛顶舍利 佛顶舍利 一共有四个佛顶舍利 一个在南京 一个在 一个在 成都大慈寺 一个在台湾的 日月坛 一个被 一个好像还在日本 一共有四个 头骨舍利 所以当时呢 他就到 那边 四川成都的 这个大慈寺 大慈寺呢 因为是 这个 玄庄大师 也在那边受了件 所以他名气很大 所以拜玄庄为师 后来呢 他又学是 学到 又改头 红忍门下 当时拜玄庄为师 玄庄还没有到西域 还没有到西方取经 所以他那个时候 也没有写 于协斯对论 也没有做 所以他当时的教理 也是 有点 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先拜他为师 后来就 改到黄梅 去找 红忍 就学禅了 开始学禅了 一学禅 他就有成就了 有了成就以后 他就回到了 这个师传 然后呢 武则天要请他 入经 到最后呢 他把 在这个死前 他就把 一博传给了 处吉 那么他告诉 处吉说 这个 法医 是达摩祖师 所传的 夹杀 是武则天 所赐的 也就是 红忍传给 惠仁的 传法 夹杀 那这一段里面 很奇怪 那么 惠仁大师的 夹杀 达末祖师 传给他以后 他带了 跑了 跑完之后呢 到最后 他出山了 出山以后 到最后 六祖大师 元吉的时候 当时呢 曾经这个 皇帝呢 要把他的这个 法医 就传的法医 请到宫里去 请到宫里去供养 供养完了之后呢 又又把他拿回来了 所以这个法医 理论上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这个潮汐 那么他这边 讲的 说是 跑到成都去了 他说成都 他是传给了 惠仁的家沙 是跑到了 处级的 智贤的手上 那智贤又传给了处级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 这个 我们怎么说呢 也许 这个 也许 惠仁大师的 这个家沙 有好几个伪造版 这个 很多这个 伪造的 Anyway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这边 他就是历史 历史上 历代法宝记 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很多的 禅宗的历史 有时候 是是非非 我们有时候 也不要看 这个书上写的 那个书上写的 有时候要用一点 大脑去考证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所以呢 第一个就 自显禅师 他的 他这个 他是 他是跟这个 红忍 跟武祖大师 学的禅法 这个是没有错的 他的弟子呢 厨吉呢 就是 这个 他是这个 学了这个 他是跟了这个 自显禅师 学法以后呢 他是这个 把家沙 传给了 无相 无相禅师 那么 这个 在这个 期间呢 是刚好 无相禅师 无相禅师是 是韩国的 一个 一个僧人 韩国的僧人 是他 因为他妹妹 想要出家 求法 所以他 刺激 说妹妹都要求法 他不去求法 他就 跑到中国来求法 他自己出家 所以他就叫做 金和尚 姓金 姓金 是 新罗国王主 他是三太子 那么 他就到这个 到中国来求法了 仿师问道 就跑到了这边 找到了 触及禅师 当他跟触及禅师 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 其实 马祖道一 那个时候 刚刚归一 触及禅师 所以呢 触及 马祖道一 也见过 无相禅师 也见过 触及禅师 所以马祖道一 他在 在这个 触及跟 无相禅师的时候 他事实上 据说已经误道了 据说已经误道了 那么 后来 他就跟了 四个师兄 六个师兄弟 就到了南岳 去到山上去修行 就碰到了 怀让禅师 那怀让禅师 来一个魔砖 不尽 魔砖飞禅 等等 然后呢 这一段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所以他就变成了 怀让禅师的 这个 弟子了 因为他变成 怀让禅师的弟子呢 所以呢 南岳 怀让这一派 就一直延伸下来 就徒子徒孙 就非常多了 就变成 南岳派 然后就 这个 触及呢 事实上是他的第一个弟子呢 就只传了一个 韩国和尚 他传了四代 这个法脉就没有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很可能 四川的禅法 要在中国的禅宗史上 要整个改写 历史 所以呢 在残门的历史上 一个弟子 可以影响到 整个的残门的走向 这是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 石头西迁 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 清源行师的弟子 事实上 清源行师是他的大师兄 并不是他的弟子 那石头西迁 跟这个 清源行师 淮浪禅师 通通都是在 六祖的朝西 大家一起是师兄弟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淮浪禅师呢 他当时是喜欢 这个石头西迁 当时他还不认识 马祖道医 所以他就希望 石头西迁 做他的弟子 然后呢 石头西迁 不晓得怎么样 闹别扭 不理他 不喜欢他 所以到最后 他就寻思去 十九岁以后 他就去找了 找了清源行师 所以变成了 清源派 然后呢 这个 淮浪就跑到了 跑到了 这个 南越 观音台 总要找个好弟子 对不对 所以师父呢 一定要找到好弟子 找到好弟子呢 弟子出名呢 师父的惨法就流通了 师父找不到好弟子呢 这个师父撬辫子了 这个佛法也撬辫子了 所以呢 所以做徒弟的很重要 做师父也是 也是要运气好 运气不好的话 找不到好徒弟 那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所以呢 这个 处级呢 就传给了无相 无相姓姓金 所以叫做金和尚 跟马祖道义 多认识 马祖道义 也没有拜他为师 他就走了 如果拜他为师的话 那不得了 无相禅师 就变成马祖道义的师父的话 那整个禅宗历史 就全部 面目全非了 所以这个禅宗历史 在早期是非常重要 无相禅师就 这个到了这个成都了 找到了这个 唐和尚 处级是叫唐和尚 无相叫做金和尚 那个时候是唐和尚 不理金和尚 你这个是外来人 我才不妒理呢 对不对 禅法是中国的 我怎么可以传给外国人呢 就跟强谋人一样 现在禅法就是中国的 绝对不传给日本人 也不传给韩国人 一样 不传 这个金和尚呢 他说你不传 不传 他就烧一个手指头 烧一个猴子头 来供养他的师父 叫做处级禅室 处级禅室 当然很感动 好吧 就传给你吧 所以这个无相禅室呢 就到了中国 他原籍 他也在中国原籍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骨灰就在这个 成 现在在成都的大祠寺 你们 四川的都可以去过 就这个无相禅室 他有写了无相法门 那么他就变成了 变成了 接了这个宝堂禅室 那么宝堂禅室呢 无相禅室呢 又传给了这个无柱禅室 传给了无柱禅室 那么处级无相 都是秘密传法 但红人也是秘密传法 那当时都是秘密传法 因为无主 当时是只能单传 单传的意思是 法医只能传一个人 法医只能传一个人 所以他的法医 传给了惠能大师 但是无主红人 还有十大弟子 那十大弟子里面 其中包括了惠能 包括了神秀 也包括了这个 包括了自显禅师 对 所以呢 这个当时呢 要争夺 争传 谁是传人 大家竞争得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所以都是秘密的传 你看这个无主传给惠能 也是悄悄的晚上三更半夜 到那边来 传完法之后 赶快就叫他跑 给他一个法医 你赶快跑 你赶快跑 无主大师得了法医后 赶快抱着这个法医就跑掉了 可见那个时候禅宗呢 为了抢这个衣钵 抢这个派系衣钵 也是 也是生死 也是生死 大家都要是 也是抢得非常的激烈 所以都是秘密的传 那么无主大师 有十大弟子 他传了法 所以他也传了自显禅师 所以自显禅师 理论上来说是跟六祖大师 是师兄弟 但是只是六祖大师得了法 得了衣钵 他们同时都得了法 但是得衣钵 衣钵只有一个人 所以六祖得了衣钵 而自显禅师没有得衣钵 只得了法 所以他跟神秀 跟这个老安禅师 跟这个 跟这个惠能禅师 都是当时 无主的 无主的丛林里面的 十大 十大弟子 十大弟子 所以他来历 也是 也是相当的来历的 那宝塘派的自显 第四代传人 是宝塘派的真正创立者 那么 无主禅师呢 是真正的宝塘 原来是敬重派 敬重是敬重士 那么宝塘派 真正的创立 其实不是出主 是他的第四代传人 叫做无主 无主也就是最后一个 他们这一派只传了四代 传了四代以后就没有传人了 有传人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那么 无主 无主 我们刚才讲的无主 对不对 在这个 武敦全书里面讲的无主 我们这边再把他的生平 讲得更详细一点 他是 代父 他去从军的 联方二十 毕丽国人 无意决人 得到姓安 王重用 他是在 做大官的 做武将 但是总觉得 为讽善之事 一生不可虚弃 看到没有 他这个有善根 有善根就是有善根 很多的武将 像这个 赐者大师的哥哥 也是武将 然后呢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 明朝有一个叫什么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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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武将 写那个中金路的那个 也是一个武将 他这边就讲说 实际没到 但是总觉得 魏逢善的 他说 一生不可虚弄 他总觉得当兵呢 或者做官呢 没什么用 总觉得自己生死没有了 所以他就要去找 他就舍官 他不当官了 到处去寻访问道 到处去找 谁有名 哪里哪个禅师有名 他就去问道 寻访问道 结果呢 他就是被这个 陈楚章是老安 红等的立的弟子 叫做惠安禅师的弟子 孰弟子 叫陈楚章 然后完了之后呢 受的是老安的禅法 老安的禅法 也就是惠安禅师 我们前面 讲那个残本祖师 讲了很多遍 就是松山 惠安禅师的 惠安禅师的禅法 当时惠安禅师是在 这个六祖大师 往生以后 入灭盘以后 他就是 惠能大师 拿着衣钵 不见了 跑掉了 躲在森林里面 谁也找不到他了 然后呢 这个神秀大师呢 哭哭啼啼的 非常的难过 也不见了 还书去了 听说还书去了 必不见人了 觉得没面子 所以两个大师都不见了 惠能也不见了 神秀也不见了 那个时候呢 吴祖还有一个大弟子 叫做老安 惠安禅师 惠安禅师就到了松山少林寺 他到了松山少林寺以后呢 去这个弘法 去弘法 所以当时很多 找不到六祖 也找不到神秀的人 就跑到 跑到那边去 那一直到 惠安禅师 往生以后 他告诉他的门人说 既然你们找不到 六祖大师 那你们就通通去 找这个神秀吧 神秀一看 哦 突然来了很多天兵天将 突然来了这么多弟子 也很高兴 又重新出山了 会 神秀大师 重新出山的时候 他已经八十几岁 比我还大 比我还老 我现在才七十几岁 所以这是残门的历史 有时候讲起来很心酸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他就根据他学法 那吴祖呢 文说呢 就礼拜了吴相 他就到了吴相那边 去介绍他以后呢 他就到 去拜吴相为师 为法 为师 到了成都的基督寺 那么 吴相去世前 把袈裟传给吴祖 吴祖继承了法事 然后请他出山 然后这个时候是 这个景德传登路 宋高僧传里面 没有吴祖传 但是景德传登路里面 有吴祖传 那么 宋高僧传 景德传登路 一共有 大家都知道五灯嘛 五灯 有五个灯 当时是 都是禅宗的历史 有的有 有的没有 主要技术 吴祖对 无义 无念 无望 三句的解释 刚才我们讲过 他的一个历史 现在我们要来讲 他的一个 敬重宝堂寺 在吴祖的时候 是非常 非常的甚 声望 声望非常的高 宝堂派 后来就 无助走了以后 无助 这个 祖籍以后 那么宝堂派 就没有传人 他有传人 但是他的 马祖道一 已经走掉了 那么 中密 禅师讲了 说 处籍呢 处籍就是 无助无相的 师父叫处籍 刚才讲过了 是有 有弟子 马祖道一 道一呢 出谁 处籍学禅 刚开始是 跟的是 处籍禅师学禅 因为处籍禅师 是无主 无主的 无主的十大弟子 后来在元经 禅师处受巨族界 后来又到 惠能的地方去学 跟淮让学禅 那么 自成一宗 叫做红周中 那么 这就是 讲他们的一个 跟他们的来历了 讲他的来历 后来 马祖道一 就自立门户 成立叫 红周中 红周中 好了 接着下面 我们要讲一下 他们的禅法 到底是什么 禅法呢 宝堂禅派的禅法 思想 那么 在我发给大家的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 第295页 宝堂禅派的禅法 是红忍 传给自显 自显传给处籍 代代相心 他是接的是 无主大师的禅法 无主大师呢 他的禅法呢 又叫东三法门 东三法门 事实上他有两 他有两个 事实上应该是有两个禅法 第一个禅法呢 是继承了 拿摩祖师 传二祖 二祖传三祖 三祖传四祖 四祖传五祖的 仁且经 叫仁且阿巴多勒宝经 所以他是属于仁且中的一派 第二个呢 当五祖见到了 惠能大师的时候呢 因为惠能大师 没有读过书 他是听了 金刚经的句子 然后有所感应 才去找的无主 所以无主呢 传贵能的时候 他是传的是 金刚经 而不是传的人且经 那么所以无主 从无主这边呢 就变成了一个 仁且中 一个叫做禅中 仁且中呢 基本上到了神秀 仁且中的六祖是神秀 禅中的六祖是惠能 所以他两个大弟子 一个是仁且中的六祖 一个是七祖 一个是这个 禅中的六祖 这是我们无主的神 红忍大师的这个传承 那么 他是受了 无主呢 他是受了顿教法的影响 已经与三代的禅法不一样 已经与他的师父 都不太一样 好了 接着请各位翻开 第296页 我们要讲 无主禅师 跟无相禅师 他的禅法的 最根本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那么 无主禅师的师父 叫做无相禅师 无相禅师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高丽 韩国的金和尚 那么他当时提出的三句 无意 不要有记忆 第二个 无恋 第三个 莫 忘 忘 就是忘记的忘 那么 他的讲法 是什么意思呢 讲法就是 无意 不要有记忆 就是戒 就是过去心 不可得 不要再去想了 第二个 无恋 现在心 不可得 所以是要定 那未来心呢 未来心也不要去乱想 所以那叫做会 加起来 叫戒定会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无相禅师们 他用一个戒定会 来包括了 所有一切 他们这个派 禅法的 总纲 那么无相 由此三句叫 无助就继承了 无助继承以后 他就改了一个字 他把 忘 忘记的忘 改成了忘念的忘 所以 无助禅师 跟他的师父 无相禅师 的禅法 是有区别的 这三句怎么解释呢 忠密就讲了 忠密 就是归封忠密 就是 六祖大师的徒孙 神会的徒弟 也是华言中的 华言中的事 无主 华言中的无主 是神会的弟子 叫做忠密 忠密禅师 他讲 意念 物追忆 以过之境 过去是不可做 过去生 不可得 过去了 你不要去追念 叫做无意 就不要去回念 不要老是回想当年 往事只能回味 这些东西都不要回味了 没什么味道 可以回的 所以 这个叫做 不要过去 物欲念 你未来 容哭的事 也不要去想 未来的事情 未来 你不要去想 哎呀 我破产物 到以后 我开物以后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不要去想 未来性 不可得 那么 长于此字 相应 不分不错 明莫忘 如果你 时时都能够 做到这一点呢 就叫做 不要忘记 就不要忘记 莫忘 忘记的忘 或者 不意外境 不要去 想 外面的境界 也不要念 自己内心的境界 悠然无际 戒定会 次配三句 就是这个 这是中密的解释 中密的解释 什么叫做 无意 无念 莫忘 也就是金刚经讲的 过去性不可得 现在性不可得 未来性不可得 那么 也就是 我们佛法讲的 戒定会 三 三 中密又记得 无助 自己的解释 无助 自己解释 什么叫 无意 无念 莫忘 无意 无念 即真 意 念 即忘 就不要 不许 意念 故也莫忘 不要动念 就是我们禅宗讲的 动念 即乖 也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 对静 不生心 对了境界 境界产生了 今天不管是好的境界 还是不好的境界 是顺利的境界 还是不顺利的境界 是开心的时候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 是倒霉的时候 还是开心的时候 还是坐点的时候 还是赔钱的时候 这些通通都不要去动念 来了 就来了 也就是我们 这个 百丈禅师告诉的 也无禅乐 就叫做不昧因果 因果是已经造成了 对不对 因果来的时候 你还去分别 这个是什么因果 你还去追究 这个是什么 什么原因吗 对不对 但唯事中要追究 唯事中是要研究清楚 你这个缘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所以才有百法明门论 你为什么会贪 为什么会撑 为什么会吃 他是追究他的原因 所以才有百法明门 才有唯事中 对不对 那这边的就是说 不要去追究 你追究啥 对不对 前辈子造业已经造了 现在已经变成种子了 只是等他什么时候 现行而已 你该倒霉的时候 该是撬辫子 你就撬辫子 该怎么撬辫子 那是已经 已经注定好了 剧本都写好了 你还去研究什么剧本 时间到了 你就去研究 该死的时候 就撬辫子就行了 所以不要去 过去心不可得 业已经造了 那现在心呢 现在心你也不要 所以他这一派很激进 现在心 也没什么好忏悔了 忏悔也不用忏悔 佛也不用办 等等我会讲 他这个惨法 他是很凶猛的 所以才有什么 佛和骂主 不拜佛 不理佛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他就是 过去的已经 坏事已经做了 就等着哪一天 报应来了就是了 报应来了 也不要抱怨 该怎么听就怎么听 该赔钱就赔钱 该离婚就离婚 该倒霉就倒霉 该死就死 但是报了这种 这种叫做无意 无念 那你就是算是 算是这个 急增 急增就是 你就是得面对了现实 面对现实 意念即忘 你一动念就忘 哎呀 我能不能逃避啊 哎呀 我能不能少吃ticket 哎呀 我能不能少赔一点钱啊 我能不能多赚一点钱啊 哎 我能不能不要赔啊 对不对 你动这个念 忘念一动 就是错了 这个错叫做忘 忘念就是一个王底下 一个女 不许欲念 所以他叫莫忘 所以他的禅法 就三句话 无意 过去心不要想 无念 现在也别忏悔了 莫忘 将来怎么样 你也不要管了 然后来了就来了 这叫做 这叫做莫忘 不要打妄想 你再打妄想 你等于是罪上加罪 头上加头 罪加一等 已经造了业了 再造一个业 所以叫莫忘 这就是他的一个禅法 无助说 不义不念 一切 法 并不义 佛法也不义 世间法也不义 好小子 这下可厉害了 什么不义不念 一切法都不义 什么法都不学 佛法也不学 世间法也不学 现在我们的众生 现在很多的世间法 就是这样 佛法什么东西 我阿弥陀佛也不念 我这个阿门也不念 我基督教也不信 天主教也不信 我佛教也不信 我什么叫做不信 我就是我 我自己就是佛 法也不想 法也不练 读那么多经 干什么 不要东练就行了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的邪门外道 的原因 就是对于 禅法的一知半解 产生了 知见上的大错特作 而造成了 现在整个佛法 非常混乱的原因 空嘛 你不是说空吗 人也空 财也空 你也空 我也空 大家都空 空 空得了吗 空不了还要空 还要每天嘴巴讲空 心里面不空 因果空得了吗 报应空得了吗 说的空它就空了吗 所以很多的佛法 不管你是经还是论 我们听 简直是不惨不忍睹 佛法这么好 堕落到这个样子 实在是非常的心痛 他这边讲了 总师们 无相无助 三句话的总师们 是从慧人那边来的 六祖慧人大师 把自己的禅法 规念 注意啊 这边 六祖大师 在六祖谈记里面讲的 我们这个宗 是以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体相用 六祖大师讲的体相用 那 他是主师啊 我们是什么 他讲的东西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不要说做到 我们连听都听不懂 什么叫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这三句话 是我们六祖大师 六祖谈经 六祖禅法的中心思想 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那么 这个当然也是出自以波罗经啊 维摩经啊 大神起经论等等 一切都讲真如实相 所谓讲的都是讲的真如实相 那么 无相为体 实相 无相 体 佛法的本体 佛法的本体 自信的本体 都是以无相 为相 无相 还有相吗 无相 实相 你说他是相 就不对 就不对了 所以 无相 是体 相 用 无助为本 那么 保堂派 因为 也受到 保堂派 刚才讲过了 他也受了 这个 五祖大师的影响 也受了六祖大师的影响 所以 他就 创造了一个 叫做 无意 无恋 无妄 那么 就是告诉你 思想的行为准则 刚刚讲的都是理论 讲得很深 听不懂 好 你听不懂 我就告诉你吧 什么事都不要想 过去心 也不要想 这叫无意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想什么 回味什么 你能回味什么 前辈子造的业 你能知道吗 你能把握现在 就不错了 现在也不要想 现在为什么不要想 你就 注意当下 你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法 住在法位上 做妈妈的 好好做妈妈 做爸爸 好好做爸爸 做学生 好好做学生 该怎么做 怎么做 这叫做 住在法位上 不要去想它 未来会怎么 也不要去想 将来会怎么 也不要去想 过去为什么 这叫无相 这叫无意 也不要动念 来了就来了 来了就硬 即使用 离使用 肚子饿了 就吃饭 困了就睡觉 集来吃饭困难眠 不是就是禅法吗 这叫做无恋 吃饭的时候 就好好吃饭 也不要想 这是什么饭 也不要想 这鸡鸭鱼肉 也不要想 有没有营养 也不要想 这是干啥 吃饭就是吃饭 所以叫做 鸡来吃饭困难年 困的时候 倒头就睡 管你是什么 什么五星级的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什么 什么草棚 还是地板上 随时困了困了 困的目的就是睡觉 睡觉就好好睡觉 倒下去就睡觉 如此而已 拿那么多啰嗦 无恋 然后更不要去想 在297页 讲无恋为中 无论是无意 无恋 还是莫忘 还是无意 无恋 莫忘 最终都归结到一个无恋 为什么归结到一个无恋 因为呢 追忆以往 过去心不可得 欲念未来 过去心也不可得 你既然不可得 你还要去想 那就是妄恋 所以都是叫有恋 所以那是妄恋 所以无相 无助 两位法师 是以无恋为中 主张 恋 不提 是戒门 要守戒 守什么戒呢 就不要让那个恋头起来 恋头一起来 就是破戒 我现在要持戒 对不起 持戒的念头一起来 你就叫破戒 听懂了吗 你不要说 我现在要守五戒 我要守菩萨戒 什么戒 你这个念头一动 就叫做破戒 听清楚了 这是他的定义 念不起是戒门 念不起是定门 你的念头 在那边打坐 打坐就是just sitting 所以我常常骂 这个朝动中的just sitting 虽然我们是从禅宗 从宁记宗的角度来骂他们 但事实上 那个并没有错 那个是念不起就是定门 我在那边打坐 一念的不起 话头也不参 什么都没有 就在那边 像个傻瓜蛋 这叫定门 念不起是慧门 我念头不起来 我在那边打坐 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智慧 你说它是智慧吗 它其实也是念头 既然是念头 那也就是忘念 所以他们讲的 念不起是戒门 念不起是定门 念不起是慧门 无念即是戒定慧 那么这是把它抬到极高的境界 无念就是佛法 即是成佛 然后无念即无相 有念即希望 无念就出三戒 有念在三戒 你如果无念就出了三戒 有念就在三戒 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那圣者内索正常注意无念 无念即是真如门 有念即是生灭门 这就是无念 就是真如门 因为不生不灭 有念念头一动 有生就有起 就有灭 所以它是生灭门 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念呢 好了讲了半天 我们禅中有一个话 莫道无念便是道 你不要以为你做到了无念 你得道了 无念有个一从三 你做到了无念 对不起 你还以成佛 隔了一道三 这什么意思呢 终密就解释 什么他们所讲的无念是讲 什么无念是讲四面 四面 神世的四灭掉了 对境不生心了 不想念任何事物 对过去不怀念叫无意 对将来不追求 叫不起心 叫梦忘念 起心即是生死 不起就是见佛 这个 我已经 讲过了 这是一个理论 不符合 不符合 这个 解神秘经的教理 解神秘经的教理 解神秘经说这个事是灭不掉的 你敲辫子了 进棺材了 火烧掉了 你这神事还在呀 你神事还会流转呢 你神事还会转胎呀 你神事还会投胎呀 这事是没办法灭的 然后你这边讲说 然后你这边讲说 世灭 叫做无念 教理又是有问题啊 翻过来 第二百零八页 义其生死轮回 起心动念 就是忘 不论善恶不起其真 这是他的一个使命 在大圣的佛教里面 无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无念 为什么今天讲 这个这一章讲的特别重要 因为他牵涉到一个 我们佛教最根本的教理 到底什么情况是无念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做到无念 我们才能够成佛 所以在波洛经 唯莫节经大字多论里面 我摩洛经里面 大波洛经也讲 我静故一切自尽佛言 无相无念故 大字多论有讲 一切戏论就分别命 大圣其戏论也讲 能观无念者及相佛志 摩洛节经也讲 法无见闻无念无知 讲来讲去 不懂 你讲的东西 我们都不懂 佛马为什么这么难 就这两个字 不懂 大家都会 念也会 加起来都不会 所以呢 这边下面一段 298页 很重要 一个讲的无念 无念是指什么东西呢 是指诸法的实相 性空无相 不可实力分别 也不可用言语来表述 二是指 与真如实相相应的智慧 叫无分别 好了 讲来讲去 都是讲的理 理有用吗 你懂吗 为什么我们有禅宗 禅宗 就不能够讲道理 你讲的都不对 出口就错 现在宝林 他破产了 你叫他讲得出来吗 他讲不出来 他只要一开口 他就错 一动念他就错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 用言语 用文字 来表达 那个境界 所以大家拼命讲 佛也是讲讲讲讲讲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讲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实证 我们没有实证 所以我们不知道 佛在讲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祖师在讲什么 讲了半天无念 懂吗 两个字都会写 就是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要实证 并非百物不失 这边讲了 无念并非百物不失 无念不是说 什么都不想 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 也不是说 一定要消灭 一切的思维行动 因为你如果是那样 叫修空 祝空 你如果来了 就把它消灭 所有思想全部消灭 那叫做 祝空 那反而是叫空结 能源经里面讲的六结识里面 最中就有一个空结 空 执着 就变成一种结识 这个结识叫做空结 执着在空 一切来了 通通空 空空空空空 你空我也空 他空 通通都空 啥也不要 什么都空 空啊 无道啊 搞清楚啊 所以这边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 他这边讲的无念 就是要于相而离相 于相而离相 就是你在世间法上 你在世间法行走修行 你不要去执着世间法的四次非非 也取消一切世间的认识分别 以不认识为认识 不要有任何主观愿望追求 你不要主观愿望 啊 我要成佛 本身是好事 不是坏事 但是念头一动 就错了 所以呢 这个境界就有点像八地菩萨 要无修而修 无正而正 修 当然要修啊 不修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但是修 不能讲你修 有成就 也不能讲你有成就 有境界 也不能讲你有境界 这叫修而无修的境界 你们要注意听啊 我们更要注意听啊 于相而离相 不要去执着 哎呀 我今天 有什么境界 我今天 哎呀 我有点小神通了 哎呀 我今天又怎么练 那些 现在就告诉你 那个全部是 忘念 金刚经所讲的 凡所有相 都是忘念 都是虚忘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本体上来讲 无念 就是讲的是实相 你去问宝灵 或者问那些 我们这些 其他师兄 你破餐的那一刹那 你有念吗 我可以告诉你 你在我面前 你破餐 你的那一刹那 所有世界的东西 全部都是没有了 全部都是空的 还有念头吗 没有啊 所以 基本上来说 我们祖师们 讲的这些境界 都是讲破餐悟道的境界 或者是 或者是悟道以后 悟乎其修的境界 所以 你说我现在还没悟道 你还没悟道 你就 你就 你就听听吧 你要跟我讲教理 你要讲这个论 这个论 我可以告诉你吗 什么广论批论 找得很 所以 禅宗讲的 实相 实相是无相 讲的无相 也错了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船子和尚 渡 夹山和尚一样 夹山和尚 很神气啊 大法师啊 到处讲法 人家问他 请问法师 实相是什么 实相 实相无相 对打 对打如流 底下一个师傅就笑 笑 笑什么 我讲错了吗 文字上是对的 你正道了没有啊 你体悟了没有啊 你没有体悟 你敢讲实相是无相吗 为正言正 大妄语 一棒子就回过去了 夹山赶快 跑去 去找船子和尚 穿那个红夹衫 我是某某助辞 来了 大摇大摆 船子和尚 二话不说 拿那个船 一棒子就跟他 打到河里去了 实相无相 你不是说实相无相 到最后悟到了 知道 什么叫实相无相 体会了 正道了 悟到了 那个才算 你没有悟到 没有体会 一概不算 这就是禅宗 一定要实修实证 你们不要跟我在那边耍嘴皮子 这个禅师说 那个禅师说 六祖大师说 五祖大师说 什么样子 说了个半天 狗屁都没有用 我们就要你实证 没有实证 少来 所以这边讲 无念 几涅槃 成佛 知识论 无事论 无念就是 无分别制 无念就是 离相 你怎么离相 你用你的神识 去观想 我现在离相 我现在不要看到某某人 我现在不要怎么样 那是笑话 自我 催眠有用吗 讲来讲去 懂得什么叫做禅宗了吧 不是跟你在搞教理的 在跟你搞理论的 叫你老老实实的禅宗 你懂得什么叫无念吗 所以六祖大师也讲 不是善 不是恶 参 无念即使思想上取消主体跟客体的对立 讲到具体的抽象 世间法到初世间 一切都是无相 这些就是我们这位硕士生写的理论 对不对 他还算摸到一点小编了 对不对 他不懂得实修 他只是在第几页 第几页怎么讲 第几页 佛法 第几页 什么能言经怎么讲 微末解经怎么讲 第几页 你是在搞什么东西 你在搞文字的排列组合 你不再懂禅修 你不懂得什么叫做死相 所以因为众生有念 所以不能摆脱世俗的观念 所以要借无念的 引导众生到实相 那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禅宗为什么要否定一切现实的正常的活动 禅宗直观内神 所以他这边 一定要内观 一定要自身 一定要否定一切现实的思想知识 所以为什么我们禅宗 有一个参禅的法门 有个参话头的法门 就是让你能够利用一个三个字的话头 以望而指望 西齐的话头 本身也是妄念 我是谁 本身就是妄念 你已经是佛了 你还问你是谁 你不是妄念吗 但是我要以妄来指望 把你的思想 能够逼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让你不再产生其他的妄念 这叫以望来指望 这是禅宗的心法 把你逼到死角 一脚给你踹到海里去 这个时候 你的自身的潜能才冒出来 你自己才能够破产无道 好了 第三百页 讲到的是 宝堂派 宝堂派的讲的是 仁切经 圣者那所正 常注意无念 无念这两个字怎么来的呢 仁切经也讲 六祖大师的六祖谭经也讲 很多的经都讲 无念这两个字 这无念这两个字 到底是怎么来的 宝堂派是以 十常兰托的仁切经 所讲的无念的理论来源 宗密说 惠人以无念为终 惠人大师在六祖谭经讲 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顿见接力 无念为终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什么叫做无念呢 自念上 自念上 离境 不于法上 身念 于相 而离相 若百物不失 念 静 除雀 一念 断即使 别处受生 是以 立无念为终 远迷人 于静上 有念 念上 便其邪见 一切 产生 让妄念 从此而生 静见 一产生 马上 妄念 就产生 教门 立 无念为终 事 离间 不取一念 若无有念 无念 亦不利 如果你做到了无念 那无念本身也不要这样念 用无念的本身也是念 也是忘念 刚开始 要用无念 来修 修到差不多了 把无念也要打掉 所以这 到最后 无念也无念 无无念 非想 非非想 这就是 我们六祖大师 会人跟神会 都是以无念 神会也是 宣扬无念为终 云和无念 所谓不念有无 不念善恶 不念有无边境 不念有限量 无限量 不念菩提 不念 不以菩提为念 不念涅槃 不以涅槃为念 是为无念 无念者 即波罗 波罗蜜 波罗 莫罗蜜 一心赞美 这些祖师们 以他修行的经验 来跟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无念 所以 把他迈出于 希望修行中 希望 就是把望念 洗掉 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我们 禅宗的直接了当 虽然他也是禅宗 还是 修六七音上转 非常非常的难 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到最后 他这个宗派就没有了 因为你讲的 一般做不到 所以他这个 第一个就是讲的是 无念为中 第一个讲的 总职门 界定会 第二个讲 无念为中 第三个就是 所谓一切始终 都是禅 随时随地 都是禅 内心的关照 世心见性 达到唯一解脱的途径 修禅能 只要做到无念 就可以 一切事 一切事 一切处 见正如本性 成佛成道 因此无助 把做禅 与日常生活中 主张 一切始终 都是禅 行住 做我 都是禅 出事 入事 都是禅 成佛 做人 都是禅 宗教 说是禅 无念出发 说是禅 否定了传统的禅定形式 注意啊 他没有讲禅定啊 他不主张禅定的啊 翻过来 301页 保堂派对 做禅的具体论述 不多 翻过来 第302页 做禅的方法 叫无相禅法的 做禅的方法 是什么呢 302 他说 须民去路禅 禅方便 远离热闹 住贤禅处 调生调息 他说 市场 太乱了 所以你要到一个 安静的地方 要调生 要调息 要加福座 然后舍顶上额 新竹一进 南前 都是此类的禅法 这就是他们 做禅的方法 跟天台小子官 讲的是很细 然后 钟密在 《原决经》里面 介绍无相的禅法 更提到了 金石观谈 受巨族戒方便 为一两月前 先克制 别是 召集生理 释放人 李灿 三期 五期 然后授予法了 皆是夜间 夜在 结万 历代法宝 自己 没讲 无相的禅法 的开法 形式 每一年 从十二月到正月 要设道场 然后要修 颤法 看到没有 修颤法 他是主张 要修颤的 要拜颤的 然后教练生 练佛 练佛 练完佛之后 刚刚练佛的是谁 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搞的 所以叫无意无念 与中密的记者相同 继承了 继承了 红忍 无主红忍念佛名 念尽心的禅法 红忍大师 叫人家 那些初纪的 你念一诗阿弥陀佛吧 念完佛之后 你问一问自己 刚刚念佛的 那个人是谁呀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 还有很多净土宗的人用这种方法在修念佛法 但是无相平日的修行方式 他是很灵活的 他有时候是不理灿 也不拜佛的 然后呢 这个他是随机的 随机 在我们残门的语言来说 那就是给务后其修的修法 务后其修你随机了 对不对 你这个爱打坐 像我在破餐以前 基本上每天至少打坐好几个钟头 破餐以后我就不一定了 我想做我就做一做 不想做我就不做 我也许一年都不做 我也许两年都不做 无碍 想做就陪你们做做 不想做我就站着 走走 就不拘行私了 至于 入禅法 教义上继承了无相 修行的方式也继承了无相 采取了更为灵活 不入三昧 不入坐禅 信无得失 不入三昧 就是不入定 不要入身定 不入定 不入定 不入禅坐 禅不在坐 不坐不在腿 这是我们六祖大师讲的 心无得失 敬禅堂 不要有得失心 一切始终 多是禅 但是呢 他这个禅法也很怪 他呢 为了要打掉妄想 所以呢 他有时候呢 佛家所有的事情都不做 也不拜灿 也不读经 也不化佛 也不写经 全部都不要 因为他认为 你一冻念 念佛 就是错 就是妄念 你念经 也是妄念 一切都是妄念 所以 他的佛堂里面 也没有佛像 也没有佛经 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寂静的一种修法 就让你不要去 你见到佛像 你就想佛像 你会理佛 没有佛像 你就见不到 见不到 你就不会起心动念 主要他就想要 想尽办法 让你离开心意识 想尽办法 让你离开心意识 但是他不懂为事 他如果懂为事的话 这个离法就变了 因为他知道 修法只有两种 一种 就是我想尽办法 把它灭掉 我任何的妄念都不要有 不要有任何 这是一种方法 灭不掉怎么办呢 灭不掉就余像而灵像 灭不掉我就不执着 有等于没有 唯莫绝经 百花从里过 片野不沾身 我躲不过 对不对 我已经生成人了 我吃喝拉撒死 该睡的时候 我就想睡了 该吃的时候 我就想吃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我是人了 我不是神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不吃不喝 死了就算了 也不行啊 怎么办 叫余像而灵像 余像而灵像 鸡来吃饭困难年 饿了就吃饭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分别 我吃的是什么饭 我睡的是什么觉 这叫余像而灵像 大家一定要听懂 在唯士学上 你做不到 只有我们禅宗做得到 我跟你们讲 我不是老王卖瓜 你们信就信 你们不信就拉倒 所以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没办法讲那么多了 你们 文章已经发给你们了 你们就自己去看 那宝藏派的戒律观 更奇怪了 持戒就是犯戒 你起心动念就是错 所以我们禅宗 如果讲严格一点 起心动念即乖 念头都不能起 那当然他有 剥落性空的思想 诸法皆空 法是不可说的 法无够尽 法无法可得 这是剥落尽的 空性的思想 至于他对于 佛性论的思想 他是认为 众生皆有佛性 在三百年八月 似心见性 顿悟成佛 反对知见 一切的知见 都是世俗的知识和见解 三百一十页 读著法师就讲了 知见立志 即无名本 知见无见 施即涅槃 无露 露真净 这是能源净的话 他也讲了 知见 如果你的 对于任何东西 你产生的 念头 一产生的知见 一产生的价值观 一产生的第二个念头 知见立志 知己无名本 这就是 所有烦恼 开始的一个根本 知见无见 见性 就是 就是当你 这个 欲尽 而不起心 不生心 我们金刚级还讲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这边是连心都不能生 心一生就是知见 所以如果要讲真正的佛法 讲真正的佛教的空性 讲真正的佛教的体 那是非常的深奥 不是你们所懂的 不是你们所知道 我们平常只看到表象 只看到体 体相用 只看到了相 跟用 你不知道什么叫本体 那你是不可能成佛 你也不可能误导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 简单的讲 宝堂派 因为宝堂派 他的知见 他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流行 到现在为止 在四川 四川的残 残门 四川的残德 非常的多 也是非常的混乱 所以这里面 也有很多 是继承了 宝堂派的这些思想 所以就失势而非 看起来是对 看起来右相不对 那今天我就把 整个四川的禅宗的派系 它的一个来源 跟大家讲清楚了 那我想 我们今天 两节课 就讲到这边